哈囉 大家好 我是Sony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是 Uniqlo小孩子的衣服購物區 就是戰利品分享 因為我覺得在德國買小孩的衣服啊 像我這種平常比較不太愛戴豆米出門去買東西的人 我大部分都是在網路上面買 那買的那個來源其實有限 嗯 我不喜歡買太昂貴的小孩衣服 因為他們長很快 那可能穿沒兩次就穿不下了 然後 豆豆豆米他們又是不同性別的 不是說豆豆以前的衣服 每一件豆米都可以沿著穿 而且他們出生在不同的季節 所以呢我大部分買都 就是買比較 做比較平價 或者是在比較方便取得這些衣物的地方購買 那實體店面呢就是H&M 那Zera我們現在住的附近沒有要坐車 坐大概30分鐘到市區才有 所以我現在都沒有買買Zera的小孩衣服 就是H&M然後 嗯 網路上面的話就是像 德國的一些網路通路啦 就是專門賣複印用品的一些網路商店這樣子 那回台灣來呢當然就是要大肆購買一下啦 第一個就是很方便取得嘛 到處都可以買得到 再來呢就是 嗯 像是UNIQLO 材質算不錯 然後價格又 嗯 大部分時候又還算OK 當然跟德國比較起來的話啦 那 就是價錢還算不錯這樣 嗯 重點是小孩穿我覺得 可以穿的比較 他們的材質 我 以我之前幫豆豆購買的經驗是 材質還算不錯 然後又可以穿的滿長一段時間的 嗯 再來就是他們基本款很多 然後也有像迪士尼款啊等等的 就是 選擇性對我來說比較多啦 嗯 那我就廢話不多說 趕快跟大家分享我買了哪些東西 嗯 我最近就真的這樣子買了一袋 那本來是想要自己買 一點點 然後幫豆賓買一些 可是因為帶豆豆去 然後他一直在店裡面 跑來跑去 跑來跑去 沒辦法 豆賓要看著他 然後 所以我們就沒有辦法買自己的東西 我就趕快幫小孩挑挑就走了 那 嗯 就先廢話不多說跟大家分享 第一件呢 是這個 這是 嗯 給豆米買的秋冬的吊帶褲 它的材質呢 我覺得 先給大家看包裝好了 它真的是做的像 嗯 包那種 西裝一樣的套子的形狀啦 就是說形狀就這樣套起來 那 它們的 嗯 嬰兒 衣物是不能退換的 所以你要買的時候 就是要很確定尺寸 嗯 又 又同的是可以 像我幫豆豆買的衣服 它們那是可以退換 那是嬰兒的 就不行 嗯 那這個呢 是屬於嬰兒 因為他們嬰兒的尺寸 好像 有些最大就到80 然後有些就是到90還是100 這樣 那這個因為是嬰兒的 所以就是不能退換 開開給大家看 這樣 那它的那個材質 我覺得還蠻 蠻軟 然後又很暖和 因為我現在除了買 幫豆比買現在的衣服之外 還幫他買了秋冬的衣服 因為回去 德國天氣也應該差不多 就慢慢慢慢要變涼了 所以就買了 現在和以後 大一個尺寸的衣服 這個 我覺得這個很 很舒服 我很喜歡 而且它的設計 我覺得小孩穿起來好可愛 因為他們有放在那個 他們的model上面 對 好 這一件很可愛 這是豆米的 那接下來呢 這個 這也是豆米 它就是一整套的 我是一個很懶惰的媽媽 就是 有時候我 我很喜歡買一整套 一整套 或者他們已經搭配好的 我現在很懶得去 搭配衣服 因為如果你想要搭配的話 你就會 不好意思喔 因為我現在是 嗯 算也是開箱 所以 可能會有塑膠在 打開的 這個 滋滋滋滋滋滋的聲音 有點吵 嗯 對 具體剛剛 我很討厭 因為應該說 很懶得 要重新搭配 就是我要想說 啊這件衣服 要搭配什麼樣的 下半身 那有時候下半身 沒有適當的顏色 我又要再去買一個 可以搭配的 我就覺得 很煩 即便它是 就是 百搭色 我還是去覺得 很麻煩 乾脆買那種一整套的 我比較 比較 方便行事啊 那這個呢 很特別 它是 一整套的 你看這感覺好像是 小裙子 加上 褲子嘛 可是它呢 是黏在一起的唷 登登 嗯 這兩件 目前這兩件 應該都是新款 所以它沒有特價 這樣子 我覺得 很可愛 那上面呢 可能就穿一個 嗯 長袖半身的上衣 這樣子 好 接著呢 是這個 我買了很多的褲子 給豆米 因為褲子 我覺得偏少 上衣有些 還可以穿抖抖的 但是褲子 因為抖抖以前 在這個年紀的時候 比豆米現在高 所以有些褲子 可能它還沒有辦法 穿 好 這個呢 是 十分褲 它是屬於嬰兒的 內大褲這樣子 這也是冬天的 所以我是 它冬天的 冬天穿的 我好像 除了這兩件啊 剛剛分享這兩件 是 它現在的尺寸 因為我有稍微看一下 其他都是有大一個尺寸 因為褲子 反正大了還可以折起來 所以還好 這樣子 它這個 材質 我覺得很 很舒服 而且是有彈性的 我很喜歡買這種 有彈性的內大褲 因為 而且是上面就是有鬆緊的 因為像 斗斗的褲子很難買 它長得很高 就跟童年齡小孩比起來 它都比人家高很多 但是它又不胖 所以呢 我每次買它的褲子很 在德國很難買 就是 長度是合的 可是肚子這邊就偏大 很難買 好 接著呢 是這個 這個呢 也是十分的內大褲 這個也是為了 秋冬做準備的 就這樣 我覺得像這種 都是比較好搭配的 就是 因為顏色是比較基本的嘛 就是 圖樣顏色是比較基本的 接下來呢 也是這種像牛仔顏色的 這個就是 它現在的尺寸 這個呢 是七分的 這樣子 好 豆米起床囉 是的 我們換了一個背景 嗯 我們 右邊這邊 是豆米小姐 在笑 因為呢 它剛剛睡覺起來了 所以我必須就是 換地點 把它放在這個地點上面 所以它可以 練習反軌 然後我再繼續錄我的影片 好 我們可以接著看 我們剛剛分享完 那個七分的 這個牛仔 牛仔 牛仔 顏色的 內大褲 這是七分的 然後這個就是 我讓它現在穿夏天嘛 所以 嗯 對 這也是有彈性的 好 接著呢 再來 這個 這個是豆豆的 小褲褲 嗯 因為它其實還沒有 戒尿 它其實還沒有戒尿 尿布 嗯 但是慢慢慢慢 我覺得有那個 可以戒的 徵兆了 我就幫它買了小褲褲 就是現在還不能真的 不包尿布穿 但是就是 睡覺可以當睡褲 穿這樣子 那我在德國其實已經買了一些 但是 嗯 德國那邊就比較貴 就材質好 但是也稍微貴一些 所以這次去看到 我就先買 這樣子 三件 它是三件 一包 這樣子 好 豆米啊 欸 來這裡 來你 來 來 來 這樣子 這樣子 好 接著呢 是這個 這個 這個也是給豆米買的那個 長袖的 長袖的衣服 她在抱怨 就是到時候回去如果天氣涼的話 就可以穿了 因為我還沒有幫她買冬天的衣服 就這樣子 這嬰兒的叫聲 對 這樣子 長袖的 這個就是男生女生都可以穿的 比較中性一些的 好 再來呢 我也幫她買了比較女生 就是有愛心粉紅色的這樣子 也是長袖的 你也想參加豆子對豆米啦 是嗎 你也想跟大家跟叔叔阿姨說話 對不對 嗯 這個就是比較厚 我覺得材質還不錯 然後也是有彈性的 這樣子 那就是素色的 那這個呢 就是有愛心圖案這樣子 好 接著呢 也是豆米的褲子 也是那一大褲 這個也是 冬天的 再來看 好 這也蠻厚 就是材質我覺得都還不錯 然後是Mickey Mouse 這樣 其實這些褲子我覺得 就大概都是這個樣子 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台灣幫小孩採購的結果 看到有哪些 就我覺得值得買 因為這些褲子好像都是 但是有的特價145 有的是190這樣子 然後 我沒有每一個價錢都 都記得很清楚 但是 褲子有這樣子的價錢 然後有190的 145的這樣 這個呢 就是比較沒有那麼厚的吧 這個應該是我幫他 買現在 這也是10分的 然後 這應該也是 就是現在就可以穿的這樣 也是這彈性很厲害 很彈 嗯 接著呢就是也是牛仔 牛仔 牛仔顏色的 就是怎麼講 仿牛仔內搭褲 這個也是10分的 對 以前有幫我都買過 我覺得還蠻好穿的 穿了很久 這樣子 好 接著呢 也是 又是仿牛仔 就是不同 顏色 顏色有分深淺啦 但是 應該款式 材質都差不多 不不不 不不 這個也是 內大褲 我幾乎都是買 10分的啦 買10分的比較多 7分的因為 我們回德國之後 天氣就慢慢變涼 買7分就沒有那麼實穿 這樣子 我大部分都是買那種 比較 好搭的 不會太 太花俏的緣分 因為我怕 上衣不好搭 對他 他也想加入 他這個就直條 我這個也是7分了 有沒有很可愛 我就是覺得 嬰幼兒的那個 衣服真的是 很好買 很好賣 嗯 因為人都需要穿衣服嘛 那生了小孩 小孩 就是要幫小孩買衣服啊 所以 做小孩的生意 你要做爸媽的生意 真的是很好做 對不對 只要賣的東西不太差 就一定會有人買 好 我知道的米亞 這個呢就是比較 女生一點的 顏色了 就是素的粉紅色買 也是長袖 那這個就是有小花的 嗯 這都是玉奶 先為了冬天做準備 秋冬做準備 嗯 這個 這個 我以為我買了兩包一樣 就是這樣 都是 這種 包屁就是兩件 兩件一組的 這個是短袖的 就是因為他在這邊 我沒有帶很多有袖 因為我以為台灣很熱 就是都是帶背心或無袖的 可是誰知道都在冷氣房 然後他之前又生病 沒有帶他出門 所以 那些戴的好像也不是很實穿 我就買了兩 兩件短袖的 就是一組 短袖的 想說 趕快洗一洗他這幾天可以穿 這樣子 好 接著呢 斗斗的外套 這個是 不知道鏡頭前面看不看得出來 這個是墨綠色 斗斗穿起來很帥 而且他這個很厚 我覺得這應該會很 很保暖 或許 我去德國下學的時候 就沒有 那麼的實穿 但是 我覺得真的還不錯啦 他有三顏色 有黑色 深藍色 還有墨綠色 然後這邊是拉鍊 這樣子 然後 圓領 看起來就很帥 如果有 爸爸穿就是有男人穿的 應該我會給 Toby買一件當父子裝 接著呢 這個是 斗斗的 T-shirt一件 因為他最近迷上了玩那個 iPad的樂高遊戲 所以 你昨天看到他就很興奮 我就幫他買了一件自己的T-shirt 然後 斗斗的長褲 現在就是 嗯 斗斗就只有一件T-shirt啦 因為他的夏天衣服我買夠多 然後 其他的都是為了秋冬準備 長褲 在台灣我覺得比較容易買到他的尺寸 在德國 我覺得 我覺得好難喔 常常買到那種長度OK 但是 就是 腰圍的地方太大了 所以 剛好昨天他有去就幫他試出來 沒想到是OK的 是他的尺寸 而且是很合的 所以就買了兩件 然後再來就是 喔 這個也是豆米的 我還以為豆米的已經 結束了 沒想到還有一件 這個呢 是很可愛的 嗯 有裙擺的褲子 褲裙嗎 這樣子 你看有荷葉邊 這個太可愛了 實在是太可愛了 就 看到當下就覺得 一定要 夠入 你看 有沒有 有沒有很可愛 可是他這一款的鬆緊 就沒有其他那一大褲 這麼的有彈性 可是我覺得 但是長度 就是 材質這邊是 很有彈性 就只有 褲頭這邊 是沒有那麼的 彈 對 這個太可愛了 好 買了很多 對 買了超多的 買完付錢我真的是 驚呆 因為 才發現 才赫然發現我買了多少 不過 因為在德國 UNIQLO 要買UNIQLO的話 很貴 所以 在這邊 趕快先買一買 補好貨 回去 如果天氣變涼的話 他們就可以穿了 好 那 今天 很快速的 UNIQLO 嬰兒 衣物分享 就到這邊 希望 大家還喜歡 嘍 他們最近 出了很多新款 大家有空可以去逛一逛 那住在台灣 可能就不用那麼擠啦 因為之後可能還會有折扣啊 什麼的 但是 因為我們待的時間很短 所以我必須 其實新品原價 我都還是 要趕快 趕快趕快 那叫什麼 入合 對 那就先這樣囉 如果大家還喜歡的話 給這個影片按一個讚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把那個通知的鈴鐺打開 對 他也在說 要把鈴鐺打開喔 之後呢 難得我有機會要上傳影片的話 大家就會接到通知 那就先這樣囉 都沒放屁了 掰掰